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各位有堅持的洞悉天下 今天我们请到重量的嘉宾 范徐丽泰女士 范太 你好 你好 你真是说我胖吗 不是 我也很想胖 不过最近就瘦了 好了 请你上来 当然要大家听听 你对于香港全体法 特别是我们刚刚过了25周年 而习主席在香港疫情 都并不轻松的情况下 是亲自来香港 为我们的新一届政府监视 亦都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你觉得习主席这次香港之行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可能是 我看到三方面的意义 其实五年前 我们20周年时 习主席也有说 他很关心和牵挂着香港 我认为这次疫情这么严重 可以说 他会不会不来 谁知他都是冒险前往 你知道国际会议 他也是用视频的 但是这个香港的回归 看来他真的很挂着我们 亦都很关乱我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他在这么紧迫的行程里面 他去看了我们的科学员 而且当在同一些院士 和一些年轻人交流 从他这样的安排 你就看到他对香港 成为一个国际创科中心 他是寄予厚望的 第三点 当然是他的很重要的讲话 这个很重要的讲话 其实几样东西 香港人应该听得很清楚 第一 就是一国两制 在一个好制度 长期坚持 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人 就说2047我们会怎样 现在告诉你 是不会变 亦都不需要变 第二 他亦都给我们 就是说 但是你要一国两制 贯彻落实得好 那你就有四方面 你是必须要能够做到的 那四个必须 大家就无谓讲详细了 但是接着那个 四个希望 其实就是指引我们香港 将来的发展那条路 应该怎样 当然其中一个 差不多两方面 都是几方面 都是将那个责任 是很清晰地摆在 第六届的政府那里 所以我觉得 第六届政府 特首和他的团队 其实都是面对了 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作为一般的香港人 可以能够 给予合作或协助 我觉得是应该的 这些无谓的投诉 样样都说不对 只懂得去说人 不懂得反省自己 这种态度 我们香港人就要改一改 要不然 我们的前途 就没有我们想象中可以那么好 帆太太刚才你说的最对 香港人到了今天 无需再去揣测上意 无需再去 大家觉得 如何是才做得好 因为已经说得很清楚给大家听 今天是我们大家收拾心情 共同去建设好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是要努力去建设这个社会 我想习主席他今次的用词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就抛砖引玉了 希望帆太太你再说多些 让我们来法多些 不要这么说 事实上 习主席看到的香港 他说我们是有独特的优点 其中一个独特的优点 就是我们是会靠国家面向世界 我们是要逃世界各地有所联系 以及引进他们来香港 然后再进入内地 所以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 已经说明立法会里面 当时是60个议员 但是20% 不是中国籍的人 所以其实这个想法一早已经在 就是想加强我们香港的优势 让我们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 所以在香港的居民 不管你是什么值 你都可以享受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正如你所说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亦都要拥护基本法 你不要搞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落土 就是你发展事业和安居落业的地方 但是如果有些人全心不良来搞我们的时候 正如当年邓小平都说 香港的事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不能不管 现在你们都看到 两把上方股劍来了 一个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一个是完善转据制度 将香港的大局定回来 现在大家稳定了 就应该要谋发展 所以习主席其实 我心里面 我觉得他很坦率 尤其感动 他说到我们香港的人 希望住得大一点 希望我们弟弟的教育好一点 这些完全是我们市民的心声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可以这样去体会我们市民的心声 你说他对香港是不是 就是一路都是 好像他说 整天都牵挂在心里面 其实过去香港二十五年 我们都为国家制造了很多麻烦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中央政府永远没有托手争 包括我们日常的用品 包括我们有疫症的时候 包括我们有金融危机的时候 甚至港人在外 发生了问题的时候 整只包机飞出去 接我们回来 你环顾世界 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为他的子民 做到这样的地步 我就数不到 我就真的看不到 基本上都写得很清楚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享有高度的自治 行政、立法、司法 进行特别的独立的审判 即是 既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权 亦都授予香港高度自治 但这个高度自治的范围 就是要看基本法 他给多少给我们 他给我们 我们不可以做 他未给我们的 就没有正余的权利 其实以前 我们都有很多这些争论 不过我觉得 今次主席一来说的 他就啟发了我 就去看回头 发觉到全部都对了 所以就不是任何西方国家所说的 香港已经没有了以前那些东西了 五十年不变的东西 这个最高无上的一个法律 它是决定了政治体制 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单一制 所谓单一制 就是所有权力归于中央 然后中央就授权给省市 特别的行政区 等它去管治这个地方 这个和美国的 完全不同 美国的联邦制 是那些州的权力 给一部分的权力给他的联邦政府 即是国防、外交 但是其他没有给到 他就自己留用 所以很多香港的市民 其实是不明白这一件事 所以就觉得 你又有全面管治权 你又说我们高度自治 那就有矛盾了 但是如果他明白这件事 那你受了权给我们 就是透过基本法 基本法受多少权给我 我就可以行使多少 基本法没有授权给我的 我不能行使 这个就和香港当年回归初时 那些所谓专业人士 一部分的专业人士所说的 就完全不对的 因为专业人士就说 基本法没有写的 你就可以做了 这个是一个认法的概念 绝对不是基本法的概念 所以就被人误导了 到今天呢 习主席就一次过解清楚给你听 但是我们工作未完 因为呢 习主席的解释 大家就要 好像你那样 看了基本法 你就很明白 觉得它很对 我们解释给民众听 其实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讲宪法 第二件事就是说 中英谈判 当年谈判的是什么 就是要给香港的自权给中国 这个自权它是给中国的 不是给香港的 没错 所以中国有了这个权 它就将一部分给你高度自治的权 但是高度自治 绝对不是完全自治 所以你如果是香港有些人 他就不用看基本法 或者他看了他曲解的基本法 这个就不能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真真正正的第二次的回归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解读给我们香港市民听 那个实际情况是什么 其实中央对香港 给到我们的高度自治 多过了 不要说我们国家里面的地方 就算是外面的国家 他们都没有那么多决定 第一个终审法院是在香港 你想想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授权 所以其实我们香港人 应该是了解了之后 应该很感激 中央有这样的胸襟 但是另外一边 香港人也不明白 其实中央是很想一国两制成功 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 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所创出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方法 是和平地解决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如果香港一国两制行得好 不仅止我们香港人 能够有安定的生活 有好的未来 全世界的争拗 都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国家 希望能够贡献给人类共同体 进步的一个后师创举 过去25年我们遇到很多问题 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到25年之后的今天 大家用着这种好契机 站起来 做好它 帮助国家 亦都帮助自己 香港好 国家好 国家好 香港更加好 所以我很希望一些政治理念 可能和我这些所谓建制派 不是很同的 希望他们看看 习主席的讲词 在讲青年人前一段 差不多是最后三段 那里习主席讲得很清楚 只要你支持一国两制 不管你是什么理念 不管你是怎样 都会当你是一个积极的分子 建港的积极分子 这句话说出来 就是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思想上 你倾向多些选举 这不是问题 但你不能够去破坏一国两制 如果你不破坏一国两制 你愿意在一国两制之下 参与香港的智利 是欢迎来的 是积极的人来的 积极分子 所以这一段 其实一般是不会看的 但我一看 我就觉得 真是好 因为有人问我 你香港现在很分裂 那怎么能够将分裂融合呢 那就是问题 你是否支持一国两制 如果你支持 你又肯为香港服务 欢迎你 因为你是积极的分子 如果你不支持一国两制 如果你想破坏一国两制 那我建议你 拜托你 你去移民 这样你自己会开心些 一个社会 大家一定要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目标 其实在了 1997年 7月1日开始 整个东西就在了 不过问题 过去我们很多时间 走歪了 现在我们要回回头 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来到处理 我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件事 主席一定很开心 是 不正知他开心 所有人都开心 因为如果做到这件事 即是表示我们香港人的平均生活 是有所提升的 赚到的钱 就比通胀快一点 你不可以说我个个发达 但我们其实要求什么 求在香港我们好好地 平平安安地生活 希望那些弟弟 他将来读完书 他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现在这个机会 其实国家给了我们 一方面就是大湾区的发展 一方面就是一带一路 但其实香港 现在是八大中心 我们有四个就是比较传统性的中心 有四个是新的 这四个新的中心 其实是会创造很多工作的位置出来的 所以其实国家给了我们 十四五里面 已经给了我们 但我们自己要明白 要了解 然后要去争取 发展得更好 如果每一样都说 都是政府的 政府不是万能的 没错 政府都是靠我们去支持他 如果他做得不好 我们可以去进言 给他意见 但不要只得罵 过去我们太喜欢 投诉 骂 但其实你知道一件事 当一件我不喜欢的事发生的时候 我可有没有看我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没有看我只是骂人 我是情绪上得到一些释放 但实际上我是毫无进步 我们提供意见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很听意见的 在我六个月的立法会员的历程之中 我和不同局的官员交过手 在几条条例草案里面 我都说了很多东西 但我觉得有些官员真的很快手 他跟你说完之后 他回想过 他马上就告诉你 是可以的 肯做的 当然如果所有都是 那就更加好 我和合作的有一两个官员 这一届是星彩 我不说谁的名字 不过我自己 就是有相当深的体验 我觉得 只要大家一起合作去做 就一定可以把事情办成 一定可以把事情办得好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的建议他们会接受 而且立刻做呢 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真的想那件事好 你不是在争取你的政治本钱 而你要争取政治本钱 就不是跟他们说 而是走到电台 走到自己的面书 那里 是政府 然后说自己的建议出来 这样的时候 双方的沟通 就有了阻滞 没错 所以如果立法会的议员 大家是会希望那件事做得更加好 而不是考虑到我自己将来 我的政治前途 我去拿多些政治本钱 那整个气氛就是不同 例如现在第七届的立法会 气氛是完全不同的 但第六届那些 其实有一部分人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是计算自己将来 如果再选举的时候 可以拿到多少票 这个其实就是西方 现在我们看到 西方一些大的国家 他们面对的一个困难 大家都是讲政治 不是讲做事 我们香港不要犯这个财 我觉得 如果你只是讲政治 不讲做事 你只是走一条捷径去走去原谅 其实说到尾 互量互让 你作为一个立法会员 又是一个前的官员 你会明白到 在政府裏面做事 一些困难 所以你不会只是去批评他们 你会给他们一些意见 是让他们可以做整件事 但我们事实上 以前 第六届里面 有整二十几个 全是懂得批 懂得骂 懂得做事 是不想做事的 因为他们以为这样才可以延长他们的政治生涯 这个必须摒弃 所以 其实 能够互相制衡 互相配合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法对行政立法的那种关系的定调 所以很多事情 尤其是 不道理不信 都要看基本法 我经常都说 我们归根国体 我们始终都要回到最基本的状态 只要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状态 然后跟着那个框架去做 我们自然就有办法解决问题 当然问题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深信每一个问题 他的解决办法 一定比他的困难多多 我们一定有办法做到他 这句话 就是胡锦涛主席去文川那时候说的 是的 我们就看到文川现在建设得很好 这是事实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 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 我们能够继续去打平 我们一定有好的将来 这件事就真的无需怀疑 因为其实香港真的是一个福地 你看环顾世界 有哪个地方好像香港那样 有个这么强大坚实的后盾 而这个后盾永远帮香港帮你 新加坡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香港就没有新加坡一样东西 它有危机感 正正因为它有危机感 所以它真的想尽办法去做好一点 我们香港就觉得自己 哎 一向都不错 就没有了这个危机感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 我们回来 觉得是有少少危机感 这样才有个动力 危机就是动力 挑战就是机遇 是的 好 非常多谢范太 给我们这么多精准 深刻 高尖 远足的见解 不敢多 多谢你和你聊天 很开心 各位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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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